你好我是黄晴 欢迎去锁定上午11点中天新闻 带你来关心这一起意外了 一名南投客运谢姓驾驶 他开着公车行经浦里中正路时 他突然胃出血发病 痛血昏厥 导致公车整个失控 撞上了路旁的机车和店家招牌 而消防队赶紧出动救援 索性没有任何乘客或是用路人被撞上 停在门口的机车被撞到东岛西歪 机车行的老板说 原本想冲上车和客运驾驶理论 却看到驾驶吐血昏迷在驾驶座上 吓得他脸色惨白 客运驾驶竟然半路吐血 意外发生在南投埔里中正路上 虽然客运即将到达终点站 但驾驶突然未出血发病 吐血昏迷 简单客运失控之后 先冲撞六辆机车 又撞倒了招牌才停下 车上五名乘客惊声尖叫 还好没有受杀 胃出血吐血的卸性驾驶紧急送医治疗 目前人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 医师初步诊断是胃溃疡导致的胃出血 客运公司表示 卸性驾驶去年就曾胃出血 这段期间持续治疗当中 他很讶异为什么会在载客的半途发作 幸好当时即将到站 车速不快 也没有乘客受伤 也没有波及路人 但这位机车行的老板 除了得修机车之外 还得平复一下饱受惊吓的心情 中天新闻周大翔南投报道